37. 信報財經新聞,國際賽不及熱身賽 2015年7月27日信報體育C08深度球增加 國際賽近年的吸引力被批評會放育下, 尤其是歐國杯抗軍後,導致外圍賽大為失色, 對賽器馬和競技水平比不上英超、歐聯之餘, 甚至連球會熱身賽都不如, 但隨2018世界杯外圍賽抽籤出爐, 這個說法恐怕難再成立, 國際足協主席白禮達譚邵豐生, 如常出席世界杯抽籤儀式, 大讚俄羅斯總統普京, 你令我們既開心又舒服,不出所料, 二人同台的畫面再次成為網民藉圖和野魚的材料, 有人用魔鬼聯盟來形容這段利益關係, Twitter用戶Generable更熟性改圖, 讓白老頭笑淫淫地坐在普京的大腿之上, 千言萬語盡在其中,說回正題, 歐洲區共有十三章決賽周日長圈, 九個小組的手名自動晉級, 八支成績最佳的賜名將以兩回合的富家賽, 決定最後四個席位,分組賽將於來年九月四日開火, 港人最關注的英格蘭被編入F組, 除了立陶宛和馬爾他實力交約之外, 雙斯克馬斯洛伐克及斯洛曼尼亞也不用小脆, 而且今回遇上熱的亦有的蘇格蘭, 相信火藥未小不了, 雙蘭交鋒令人期待, 去年世界盃出局後水準大跌的荷蘭, 以由軒的黑改為白蘭特掌陀, 在A組的出線前景陰埋龍罩, 既要應付敬的法國, 還要當心踢發直言不同的瑞典和保加利亞偷襲, 只有五隊的A組被視為死亡之組, 黑羅地亞、烏克蘭、土耳其全屬歐洲熱線頭的隊伍, 戰鬥力相當接近, 加上現為歐國外A組綁手的冰島近年特飛猛進, 絕對有力搞亂大局, 晉級形勢難以預測, 西爾施薩應蘇決戰無疑G組會是萬眾足目的一組, 混雜了兩大世界冠軍西班牙和意大利, 看頭十足, 誰在擅長穩守的阿爾巴尼亞或意識列身上錯分, 隨時失一分成千古恨, 翻查歷史,缺失勢, 亦其中一隊的世界杯決賽州, 原來要數到1974年的陳年舊士, 亦相信分組賽正式開戰時, 兩隊將而全身面貌是人, 我們未必再見到派露、卡斯納斯等老英雄的蹤影。 其他大州方面, 亞洲區第五名成功避開南美對手, 將與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第四名增入決賽, 變相增加了包括中國在內二線國家殺入決賽州的機會, 南美洲分組賽前四位值得俄羅斯, 而第五位就會與大洋洲冠軍火兵。 相信在澳洲離開之後, 這個席位亦以甚囂層上, 所謂軟水救不了近火, 今下舉行的美洲杯和美洲金杯 或者不及熱身材精彩。 深圳上演的米蘭打M、 Ack米蘭首將麥薩斯軍入一記驚為天人的世界波, 肯定成為年度金球之選。 在美國,車路士大戰巴黎聖日爾門, 同樣有可能在夏天離隊的 以巴希莫域和域堂摩西斯分別建功, 法定時間打成1比1, 互射12馬藍軍險勝7比6, 把熱身材成績改寫為3勝1負, 熱身材阿蘇博魯明最後一題, 曼聯遊朗尼, 連加特和賺無沙角入一球, 興取巴赤海龍那3比1, 以相同比數步回2011年歐聯決賽一敗之獄, 巨星就是無時無刻都要表現自己, 蘇亞雷斯須以離開利物浦, 仍把紅魔當仇家, 整場比賽前撲後繼, 兩次中處, 亦試過在禁區內島地再起身, 與隊友葬場後冷靜破網, 識被判詐胡, 但這種場場真打軍的精神相信是我們每個人應該學習的處世之道。 贊文, 加利略號 加利略號 體育號 深度求真國際賽不及熱身賽, 誰值善? 加利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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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略號